新任中国驻柬埔寨大使王文天对在西港的中国人问题表示关注 王文天大使于今日以简华理事总会领导座谈时表示 在西港的中国人问题已影响到中国人的形象和简中友好关系 他指出部分西方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在背后扩大事实 有煽动和诋毁简中关系之前 他希望柬埔寨政府良好规范博彩业防止专门针对中国人事件发生 他也称将会在适当时候到西港进行访问 实地了解在西港的中国人情况 近来西港警方侦破多起针对中国人的袭击和伤人刑事案件 柬埔寨政府发言人也发表声明 坚称不允许任何针对外国人事件发生 度充在阵的 Gentium trait对外国人事件发生 公巴 往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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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喔 提前